Hello 各位好 繼續回到囚禁之館 上集講到我們現在就得知道瑞格將會是下一個想殺害我們的人 現在就要去看看劇情如何 現在就給了一碗有安眠藥的湯給瑞格喝 然後我們就進去房間調查一下 這樣調查房間也不會被人發現... 我發字錯了 好 就是這個 什麼? 調查一下這個你就會知道一切了 好大張床 OK 下一名呢 一部名為悲傷愛情故事的小說 瑞格竟然是浪漫主義者 OK 這裡 瑞格日記讓我看看 感覺好像網絡都重要 究竟是什麼呢?怎樣都記不起 但對我來說很重要 這個 進去你就知道了 我們快點走 進去? 喔? 這裡是他的記憶世界 記憶世界 記憶世界 他把自己的記憶封印起來 是一個很痛苦的記憶 之所以這樣做 為了不想再記起 我們快點走 去前方釋放他的記憶 這個是得到鎖匙的唯一方法 OK 嘩 有一座大的橋 這間房間 不知道什麼事 啊 那個是寶箱 在那裡有那個記憶 是他自己封印起來的記憶 那些記憶跟他的鎖匙有關 要快點打開 這個是誠實的 你是誠實的人嗎 OK 會不會有怪事 走一走 突然不知道彈出什麼 真的要繼續走下去 那你就是大笨蛋 嘩 哈 不用那麼真實 立刻踢了他 會不會太真實?你就是大笨蛋我都沒看完就馬上踢了我出去 OK 繼續遊戲 是不是要重新看過? 好像很輕的 感覺上他好像很輕的 好啦 OK 不用重新走的話 那就好了 不用煩 SKIP 為何會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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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筋身 可能彈一些東西出來會令我很震 好 來了 嘩 嘩 哈哈 什麼一回事啊大哥 雖然我知道 我猜到可能會有危險 但不會這樣砸下來就不能動 發生無可預計的不 有筆喔 重新開遊戲 蛤? 真的有筆 這麼嚴重 而且好像很疼 我按完他不是即時有反應 按完之後可能延遲一秒之後才會顯示那個爪 有筆 這裡如果向前下去就說是笨蛋 那我看看有多笨蛋 會不會是兜路呢 他這裡說的 你只是看到語言其中一面勸過你的 就是這裡吧 你看看吧 看你並不如想知道這樣就可以了 從這裡一直會按左走 真是聰明 只看他的字我都知道他想說什麼 按左走? 這樣會從橋上跌下來 踏出這一步 然後呢 這裡向上 這個地方他有開關不通 咦 出現了一條橋了 好 這個就是封印座的記憶寶箱 對 那我打開看看 好 戰戰兢兢地打開了箱 怎樣? 然後又彈出一些回憶 咦 這個是微微安娜 為什麼突然叫我出來 好開朗 那個已經是春天了 是啊 我們很久以前就在一起 是啊 我們兩個人留下了很多的回憶 哈哈 你幹什麼 看起來好奇怪啊 瑞格 美安娜 請跟我結婚 結婚? 我愛你 所以希望你一直跟我一起 瑞格 你幹嘛哭啊 美安娜 好高興 謝謝 我也想跟你一直在一起 那我們就 瑞格 我可以明天回覆你 為什麼 現在回覆不好嗎 我想明天 組織語言再回覆你 所以可以等我一會 我知道了 剛剛是 睡覺的記憶 你們是準備結婚的 快點去下一個記憶吧 在最後你會明白 在一起 還有這些想要的鎖匙 也都可以順利得到 我知道了 去下一間房 哇 這裡三間房 繼續向前走 睡覺記憶必須快點解放 哇 有鬼啊 他馬上衝進去 視野的東西 嘩 這麼多隻 這裡怎麼走 嘩 在這裡 嘩 哇 神經病 我都還沒準備好 我在看路線 他馬上衝過來 是走左還是走右 嘗嘗 嘗嘗左手面 我看我不像右 不過其實右手面也可能可以 可以嗎 右手面 神經病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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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嘩 好不容易走 這裡 這個是第二個睡覺的記憶 那我要打開了 我要查看CM OK 打開了第二個箱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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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說是第二天 嘩嘩 瑞格你好 明明安娜 我可以聽你的回覆嗎 瑞格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嗎 啊 我記得了 在小時候 我逃出了城堡在外面探險 然後呢 我遇到一個在樹底看書的一個男生 對 那個男生有點耐弱 但是很溫柔的 一改書就很認真 被你這樣改 我很害羞 被這個出色的男生 在吸引住 那個瑞格 我也愛你 真的太好了 那你預計跟我結婚嗎 這個 瑞格我 跟你 結不了婚 為什麼 你剛剛不是說愛我嗎 對不起瑞格我 沒有辦法結婚 怎麼會這樣呢 等等啊 瑞格 OK 這個記憶 原來你們兩個人之間 還有這樣的事 快點把下一個記憶解放 下一次是最後一個記憶 這樣一來 他封了他的記憶 也可以 還有鎖匙 我知道了 我們去了下一間房 對了 三間房 應該去看他的房 欸 嘩 那是世界的寶箱 但是有很多的骷髏會阻礙我們 沒有辦法輕易得到 那我應該怎樣 那裏有很多骷髏 總覺得都是打敗 好像指揮家 好 藝術將會給予他們的新的生命 這幅畫好像有說明 我叫小六 身旁有兩個手鋒琴手 還有一個是玩敲擊惡的 打擊 打擊惡器 這個呢 小紅 好 這位是小黃 好 我現在是XX 我現在是甚麼小黃 要猜 要猜我 我現在是XX小藍 我在小六旁邊演奏 先問他 這個是最後的GFI打開寶箱 有甚麼辦法 問一下指揮官 還有前八奧器 原來是這樣 寶箱的位置呢 寶箱所作的位置是官中席 好像明白了甚麼 OK 要排位 好來了 我又去XX 手鋒琴 我身旁有兩個手鋒琴 所以很明顯 可以說綠色是這個位置 其實他不用排 手鋒琴 這個是手鋒琴 怎樣排 噢 旁邊有兩個手鋒琴 這個說他 新台有兩個手鋒琴 噢 一個說 敲驚 怎麼這麼奇怪 我名字是小藍 他是XX 沒有人說自己是XXX 這個 手鋒琴 手鋒琴是這個 我們可以鎖定的就是 其他一個是紅色 OK 之後再看看誰跟紅色鋒琴 沒有人說紅色鋒琴 如果這裡是小藍 他是 黃色 紅色 旁邊有兩個手鋒琴 這裡應該是綠色 而這個呢 小綠的是演奏 這個應該是藍色 所以這個應該是黃色 大概應該是這樣 不是黃色是什麼 樂器 樂器是XX 樂器是手鋒琴 然後綠色呢 身旁有兩個手鋒琴 還有一個打 樂器 咦 會不會這裡反轉呢 但他綠色 他是小藍 在小綠的旁邊演奏 真的是 我看到還是手鋒琴 這個叫做手鋒琴 XX 是不是 這叫做手鋒琴 但是這裡為何還有兩... 呢 手鋒琴 但他在這裡寫樂器 整個圓圈整個圓圈的圓圓圈 真的 頭都暈了 如果我踏了應該會死 試試 甚麼翻譯都沒有 但我擺錯了 原來不會死 那個樂器是零零 名字是小藍 我在小陸旁邊演奏 首先要擺的就是守風琴的位置 守風琴也是那句 鎖定在這兩個 我隨便一個 這些是不能動的 綠色我叫小陸 身旁有兩個守風琴手 還有一個是敲擊樂 如果他身旁有兩個 其實應該是這裡中間 這樣應該綠色在這裡 藍色旁邊是小陸 所以最接近應該是這樣的 我覺得 但他又不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這個叫守風琴 好嗎 這樣應該是要調轉 紅色在這裡 咦 剛才也是這裡 藍色 可以在綠色旁邊演奏 這樣呢 可以嗎 甚麼反應都沒有 有一點難度 有一點難度 沒有雙所在的位置是觀眾席 好像明白了甚麼 觀眾席 如果是觀眾席的話 那就是說可能他們兩個位置 是釣對釣 甚麼旁邊的那些 先把這兩個紅色放在這裡 然後綠色 身旁兩個守風琴手 還有一個是敲擊樂 新旁 新旁 所以綠色一定不是玩敲擊樂 一定是吹啞巴 那 藍色旁邊 這裡藍色 黃色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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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 試試再調轉 這裡黃色 藍色 這樣 咦 嗯 寶箱所作的位置是觀眾席 好像明白了些甚麼 這裡有沒有甚麼提示 再 賦予吸他們生命 那些圖畫的位置應該不習慣 即是他擺放的位置應該沒有關係 我記得他是守風琴手 會不會有人說謊 在這裡 好像不知有甚麼遊戲 有個謎題 就是說不知誰說謊 要識破他 我的樂器是零零 零至是小王 我在小鹿旁邊演奏 我叫小鹿 身旁有兩個守風琴 還有一個是玩打擊樂器 那其實綠色一定可以在這裡 敲擊我 這裡是藍色 紅色 這裡是黃色 難道綠藍紅黃 還中了 這個是 突然 這個指揮者的風琴突然動起來 音樂播放 就在那一刻 嘩 嘩 接著呢 嘩 嘩 小心點 這場演奏令他鬆勝 他們會襲擊你 怎麼會這樣呢 那我怎麼做呢 停止演奏 要快點 怎麼停止演奏 怎麼停止演奏 怎麼停止 我直接拿了個寶箱 不就可以了 要停止 突破盲點 卡卡寶箱打不開 你真厲害 對了 要阻止這個指揮者 演奏都會停止 然後我將他推到台 下一瞬間演奏停止 集擊我 阿呼羅來都笑了 總算得夠 多謝你這樣就可以解放最後的記憶 快點打開 OK 好了 快點釋放他的記憶 打開最後的箱 準備了 明明我又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見了 留下一個人 你不是說想跟我一起嗎 為什麼 我明明相信過你 為什麼你背叛了我 可惡 早知道會嘗到這些滋味 我一開始就不應該愛上你 我 誰都不相信 我和你心意相當 但是想不到連你都背叛我 我已經沒有辦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好了 原來是這樣 因為有這樣的過去 所以瑞格斯變成現在是多疑的性格 這樣一來 他被封鎖的記憶全部解放 他一定會記起我 我們快點回去 這樣就可以拿到鎖匙了 然後當我們重新準備去到瑞格的房間 嘩 哈 瑞格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那個瑞格 是我 未未安娜 你為什麼沉默 瑞格看不到未未安娜 那個 不要隨便開的其他的記憶 很不容易忘記了 現在我記得了 讓我想到這麼痛苦的記憶 你想做什麼 停手啊瑞格 是我拜託他 我真的希望你解開這個記憶 真的希望你記起了 你竟然令我這麼溫馭 我殺了你 這樣我會被人殺 我一定會逼你到絕路 跟著我來這裡 快點跟我來 喂 OK 嘩 你走得這麼快 快點過來這邊 跟上我 嘩 我都想跟上你 快點來這邊 跟上我 我都想跟上你 嘩嘩 嘩 嘩 幸好他也是弱智 然後去哪 快點跟上我 多少樓啊 B1 跟上我啊 來這裡 嘩 嘩 差點出事 GO OK 咦 去那間木拉伊 棺材 跟上我啊 OK 幸好不算說很難 這個 這裡 快點過來這邊 跟上我啊 這個是微微安娜 應該有機會 有機會 微微安娜 等一下彈氣還是怎樣 喂 微微安娜你去哪 消失了 好吧 你無奈可退 瑞格 只有你啊 我絕對不幫我完 要被人殺 瑞格 是我啊 我聲音聽不聽到 這個聲音是 微微安娜 我就是這裡啊 就在你身邊 這個是 他的墳墓 他的墓在這裡 仔細一看 墓碑上 這個黑了微微安娜的名字 怎麼讀啊 巴比安娜 好 我現在跟你說說瑞格 快點來找我 我知道了 挖開墳墓 就好像忘記了我的存在 這個是 放了層的棺材 打開它呢瑞格 OK 裡面是化為白谷的微微安娜 你在這裡啊 我已經忘記了你很久了 應該說不想記起你故意忘記 對不起 無所謂瑞格 這裡有封寫給你的信 希望你讀一下 希望你能夠了解我的心情 只剩一看 微微安娜的胸口前面 放了一封信 放了一封信 OK 這裡有CG看的 好啦 請原諒我你的突然離去 當你向我求回的時候 我非常高興 但是 我這件事一直隱瞞著你 我其實是過往的女 對不起 我沒辦法告訴你這個事實 我只是想跟你 以很多人的身份相處 然後還有一個秘密 我沒告訴你 其實我 立即要嫁到其他國家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政治聯婚 我自然是不願意的 但是如果拒絕的話 倫哥可能會攻打我們的國家 所以接受了這個政治聯婚 我當然想跟你在一起 想跟你結婚 但是 我做不到 我愛你 我愛你 騙人 為什麼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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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安娜 很高興可以聽到這句說話 她要死了 好 現在就去你那邊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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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 근데 禍 Fehler 怎麼押出這麼魁奇的表情 沒錯 美莎 創造了我們的人是你 我創造了你們 聽她這樣說 再回顧一下故事 我產生了一種 好像很久以前就知道的感覺 我有話要告訴你 美莎 你不可以就像我一樣 因為失去了心愛的人 而拋得一切 虽然現在的你一定很痛苦 但是要慢慢的花費時間 忘記這些痛苦 說完瑞駕和微微安娜就一起消失了 那時我發現腳底有個筆記簿 上面寫著悲傷的愛情故事 這個...啊!筆記簿寫著美沙的名字 我記起了,瑞駕和微微安娜的故事 是我高中時寫的小說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為什麼? 瑞駕的說話令我不停流眼淚 雖然現在你一定很痛苦 但是要慢慢花費時間忘記這些痛苦 我總是覺得剛剛那些說話好像聽過 OK,我們看看吧 喂!為什麼你死了阿仁? 阿仁死了? 美沙 我知道阿仁死了也很痛苦 但是聽我說阿仁很堅強 跟白血病戰鬥到最後 我們都揭盡全力幫助阿仁 所以阿仁肯定不希望我們繼續悲傷 雖然現在很痛苦 但是你要慢慢花費時間忘記這些痛苦 不是 這些都是我的錯 阿仁死了 你說什麼?美沙 你令人不幸啊! 因為有了你我才這麼不幸 你這個瘟神 對不起 從小的時候有開始我就知道 我那人是一個瘟神 如果我還在生的話 大家就會變得不幸 阿仁阿春所有人都是 你生我們一定要共度難關 要好好接受現實 一定會克服到 對不起 我並不堅強 從小的時候我開始被母親虐待 我才討厭這樣的自己 厭惡軟弱的自己 我的醜陋 只是被人和阿仁藏起來 以為跟你倆在一起我就可以改變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我還好像以前的我一樣 軟弱是個愛哭鬼 悲觀又醜陋 美沙 好啦 我們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OK 那都 很多特別的事情又發生了 就是說 原來 剛才阿瑞格那個故事 原來是他寫出來的一個故事 可能這一間建築物裡面的人物 有機會都是跟美沙有關 即是可能是美沙創造出來的 或者是可能影射美沙的一些家庭狀況 好啦 那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